腾讯体育7月29日是纵观2018中超联赛第14轮的较量,有多位球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其中上海香港大胜北京人和的比赛,奥斯卡两船两舍大放异彩,河南戒业祭拜贵州横峰一役,理卡多传社建公主宰比赛,和北华夏幸福战品广州富丽一战。 董学生没开二度成为球队就是主,养许连续三场破门,立出天津全剑击把长春亚太,宝利尼奥再度彰显攻防坚北的一面,立出广州恒大大胜重庆思维。 那么问题来了,在明星目中,谁才是本轮的中超英雄呢? 北京人和一道无上海上岗推荐英雄,奥斯卡船舍兼卑无愧真和上岗争挂它是最重要,筹码上岗的之所以能够大比分战胜人和,奥斯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,上岗打破僵局的那一球,源自于奥斯卡主把脚球逐无类破门得分。 当人和吹平比分后,奥斯卡彻底爆发,上半时进入捕虚阶段,奥斯卡在渡主把脚球船中,间接助攻贺贯破门得分。 而要知道的是,奥斯卡的表演尚未结束呢,其在下半时彻底接管了比赛,以便在战开局不久,奥斯卡进区外国县球攻门攻入世界波,立出上岗的将温差扩大为3.1。 此后不久,奥斯卡就建议古尔克横桥冷静推射命中,完成每排二度,也将温差扩大为4.1。 中场前补时阶段,奥斯卡大秀脚下技术,其送出一技充满想象力的脚后跟科船,主队友灵人结将比分锁定为5.1。 由此可见,奥上两射两转的奥斯卡,其发挥堪称是现象级的。 贵州横桥一道爱河南剑也推荐英雄,李卡多传设剑公主宰宝极大战,发挥丝毫不逊卡,拦架卡拦架的到来,以及其在运户对决中的每排二度,给巴索哥,李卡多带来了压力,实质本轮塞事。 河南剑也奔赴贵阳与贵州横峰,进行了一场宝极大战,而在这场比赛中,巴索哥,李卡多局斩获入球,尤其是李卡多的发挥十分出彩,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利率河南剑也拿下了这场事关生死的宝极大战。 试以第三十一分钟,李卡多的对方门前高高跃起,利压韩横飞迎戈招转中,完成投锤攻门得分,为球队桥开胜利之门。 一边在战后,李卡多又在反击中,完成了一技非常精艳的脚后跟科船,直接助攻把索哥破门得分,李卡多的发挥有多么出彩,有此刻见一斑。 当然,对于韩国籍主帅张外龙来说,麾下三大神风军状态爆棚,他也将迎来幸福的烦恼,河北华夏幸福,二到二广州复利推荐英雄,董学生拉维奇不再又怎样看土套如何拯救,河北华夏幸福毫无疑问,拉维奇是河北华夏幸福的大腿,不过,这不等于由拉维奇才能忍着球队, 总观河北华夏幸福想行广州复利的比赛中,埃根廷人拉维奇虽然不在,但是,土套董学生却成功扛起了球队的进攻旗帜,凭借一己之力帮助球队拿到了宝贵的一分,是一身败事比赛。 广州复利率先,取得入球,扎哈利与雷纳迪尼奥分别破门得分,力助广州复利取得二比零领先。 就在人们认为河北华夏幸福争多吉少时,董学生站了出来,上半时补试阶段,董学生赢队友投球百度强点痛是命中,一边在战后,董学生又接应队友传中,完成了一次教科书般的甩头攻门,再入一球。 由此可见,如若没有董学生临为救主,河北华夏幸福本轮就输定了。 天津全界二比零长春亚太推荐英雄,杨旭连续三场破门建功前,国足上风逢救助不留,请在天津全界祭拜长春亚太的比赛中,杨旭面对救主是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此一上半时进行到第34分钟,踏脱主把编路任意球传中,埋伏在人群中的杨旭,向道落点,完成了一记高难度的甩头攻门,皮球直接飞入网窝。 就这样,杨旭为球队打破僵局,敲开了胜利之门,要知道,这已是杨旭连续第三场,为球队首开记录了。 中朝联赛冲燃战火之后,杨旭先是在天津全界,击败广州复利的比赛率先破门。 接下来的京津大战,杨旭又破门得分,为天津全界吹响反攻号奖。 如今,杨旭又在天津全界,击败亚太一中破门得分。 如此杨旭,不禁让人们回忆起过往,杨旭在中朝赛场赤下风云的时代,广州恒大5-0重新思维推进英雄。 保利尼奥,保利尼奥先回归手球,恒大靠了重返贞贯轨道事实证明。 保利尼奥的回归,驻广州恒大重新回到了贞贯轨道,没有保利尼奥的日子。 广州恒大工房衔接,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,无论是古德利,还是其他人,都无法替代巴西人保利尼奥。 故而今年下窗,广州恒大从巴萨先回保利尼奥,而保利尼奥的回归,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 纵观此番一役,保利尼奥在场上依旧将球队工房梳理得紧紧有条,中场集聚控制力,除了能够衔接工房外。 保利尼奥还在岁域对决中攻入回归手球,其在下半时,用一脚标式性的远射动穿了对手大门。 进一步帮助球队扩大分叉,值得注意的是,保利尼奥回归后,广州恒大取得两场大胜。 保利尼奥的作用有多大,由此刻建议班。 至此,以上为球员将角逐本期腾讯中超英雄最佳球员的评选。 在您心中神是最佳,腾讯体育期待您的声音,来腾讯看中超,一起参加中超英雄互动,并选出您心目中的最佳,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联赛。 为您喜爱的球员,争取年底颁奖典礼的尊贵军金大奖,请您投出宝贵的一票,选出您心中认为的本轮最佳球员。 DM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